和服不能穿 为啥不把卖和服的端了 网传8月10号 一个女子在苏州淮海复兴街 穿和服拍照 被警察以寻衅姿势带走了 对于这件事呢 网上产生了喊她的争议 很多人觉得 中国人竟然穿和服 重阳被外抓得好 当然有网友说 你这管得也太宽了 穿和服不行 开日本车 骑自行车穿西服就行了 不就是喜欢动漫裕花 还有这些制服 那问题来了 这个女生穿和服拍照 到底违不违法 我更认为如果就是发生在8月10号 不违法 法律对于是否穿什么衣服 并没有明文规定 法无禁止即可为 那有人说了 不对 那为啥之前有很多穿纳税军服 或者日本军服的 都被拘留了呢 说实话 那种也没有明文规定 最终都是以寻衅姿势行为将去抓捕的 处罚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他穿了日本军服 而是因为他为了寻求刺激 博人眼球 在特殊的地点 像南京 特殊的时间 抗战胜利纪念日 日本投降纪念日等等 以及穿这种日本军国主义服装 伤害了广大人民之中的爱国情怀 寄起了公愤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扰乱的社会秩序 所以才被认定为寻衅姿势行为 被处罚了 其实啊 穿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到底有没有引起公愤 有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这是法律的处罚逻辑 本案既不是特殊时间 也不是特殊地点 而且也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服装 因此就处罚 确实没有必要 法律是最后的手段 实在看不惯 咱还可以道德谴责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门